哈喽 大家好 今天下午带大家看一下一千万的石头长什么样 今天下午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把它盘掉 来 兄弟们 一千万的料子 在这里 现在给大家揭晓一下 揭晓一下答案 看一下大家心里想的一千万的石头是什么样的 来 整理看一下 建万不死的村 整理开了一个大面 这种面就跟那种改口一样 但是玩笑是非常大的 高冰种看不到 正冰种还是能看得到 然后整体水头爆掉了 但是它唯一牵吹的一点 它这种样子 棉比较重 来 你看这样看 棉重 如果像这个位置它棉不重的话 这种能达到弹面积的话 就非常牛逼了 棉比较重 然后守着位置水头完全爆掉了 把它下层片 如果下层片的话价值也是一样的 做灰卡翻总翻四 会卡的话 远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好玩 像这种庙子 我们开的地方是见不到力 但实际切进去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力 改口都有很大的风险 比如说是一个原石 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 这边如果棉不重的话 更可以达到弹面积 因为弹面价值都不随 像这种手桌 这边开出来的话 有可能就是一个 六位数 小六位到中六位的一个价格 但是风险还是比较高 价格还是比较高 然后咱们再下一步研究一下皮壳 像这种皮壳这边磨了一点 来 退光度 像那颗这样的退光度还是比较好 但这种庙子的话 纹链还是比较多 能看这个地方的链都比较多 这边就没什么特色的 链很多 纹链很多 只要看链 这种链子 第一 它的价格 区别还是比较高 第二 就是它后期的一个 就是说切开之后的一个纹裂情况 有可能变化比较大 你们像这种链子 你哪怕就是一个改口 改口后期的变化 都比较大 活性都比较大 还别说是整体一个120公斤的原石 哎 兄弟们 石头的品质还是相当的高 但是总体来讲吧 这种链子 完性赌现在是比较大 价格的还是有点虚高 如果是说合适的话 这个可能会有点想法 总体来讲吧 它这个价格还是有一点虚高 我们再研究一下其他料子吧 走